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小院中 莫平熙这才回过神来 与莫万峰一起双双败下 莫小川的双腿已经彻底失去了知觉 就剩他一人浑身是血地站立在那儿 在夜风中显得傲然独立 青色光芒渐渐幻化出来 一个先锋倒鼓的身影从其中走了出来 手中拿着一块如玉 每走一步都弃寒天地规则 仿若天地之中它就是规则的化身 一举一动都是武道 众人都是大害 祖老竟然是真身降临 就连六大太上着老 都不知道多少岁月未曾见过祖老的真身了 只知道祖老一直在黑铁城中修炼 就连具体位置在哪儿 他们都不知道 古飞扬 终于动容了 那风轻云淡的神色一草而空 换来的是鼓鼓战役在眼中燃烧 兴奋的血液在体内流畅 似乎终于找到了他要找之人 祖老开口道 先前听闻你论千证浩然诀 似乎极为瞧不起我墨家的武学 陡城已死 墨家再无人可将这千证浩然诀 修炼到极致 今日便由我带斗城赴约 一会你这大陆的后起之秀 四下皆今 所有墨家之人全都冷汗淋漓 祖老是什么身份 是什么人 除了七大超级势力的宗主掌门 亦或者圣域和华神海的掌权人之外 天下间根本没有人有资格同他一战 古飞扬的嘴角露出了一次笑意来 终于有点意思了 你够资格带斗城一战 好狂妄之言 四周墨家之人全都露出了愤怒之色 咬牙切齿 墨平熙也是大怒道 你有何资格与祖老一战 能够窥见祖老的真荣 就是你此生最大的荣幸了 他这话听在古飞扬耳中 只觉得生出了一些耳屎来 但在成千上万墨家子弟的心中 却是真的如此 许多墨家的后辈 一生当中连祖老的分身都见不上 更何况是本尊将领 一时之间 数千人都是激动不已 远远注目 都小听下来 你们不是此人的对手 祖老的一句话 顿时如同冷水 泼在每一个墨家子弟的心中 全都震惊地无以复加 但是既然祖老如此说了 他们就不会怀疑 百分之百地相信了 祖老望着古飞扬 朗朗地说道 你是斗尘之外 我见过的第二个 天赋如此之高的后辈 不不 应该说 你的天赋还在斗尘之上 今日一战过后 大陆定然会有你之名号流传 古飞扬道 你这老家伙 废话还真多呀 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当日蓝雪圣城和墨斗尘一遇 未曾见到千正浩然绝 实在是一大憾事 今日你便弥补我吧 祖老回答道 那如你所愿 他手中 如玉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太极图案 举手投足之间天微赫赫 天地之间 他便是那个武道的终点 一切都在他手中演化 前正浩然绝第一世 红尘凝望 应浩月 太极图案 在他手中的欲如意之下 演化成万丈红尘 无尽黑夜 转眼间纷纷退去 画作七彩之色 照耀而下 在月光当中 所有的神采 凝聚成一道流光 挥洒而下 古飞扬脸色凝重 丝毫不敢大意 五指许我当中 宝剑破空而来 握在手中 刺出一道青莲 喝道 青莲剑歌 九华流转 剑气化作九朵青色莲花 逐一绽放 在空中呈现贩字排列 将那流光挡在身前 嗤嗤玉剑寒厉 果果青莲 翠叶虫 古飞扬 剑势一变 手中长剑 疏然不见 他手捏剑爵 直指长空 黑夜里 万点星亡 落如雨下 化作一柄巨大的星剑 展向足牢手中的 欲如意和太极图 万古星空 朝夕幻灭 剑爵 星灭 祖老 也是神色大变 手中的欲如意一转 那太极立即运转开来 阴阳二鱼 在他手臂之间浮动 欲如意 化作一柄玉剑 横扫一切流光 刺向那星灭之剑 前证浩然决第二诗 欲饮荡气 剑回肠 两道无可披靡的剑气 浩然回荡 整个天地之间化作一片剑气之海 所有人全都沐浴在那至高的剑意当中 似乎整个天地之间只剩下剑芒鸣灭 在无我无物 甚至竟然有人在这股剑意的荡漾之下 冲破了桎梏已久的瓶颈 震惊连 而随着两股剑气荡漾台来 黑铁之城的有形之物 整个墨家之地尽数化作灰烬 众人身前被那剑气照耀下 呈现出一片眼盲 纷纷惊退 住手 祖老凝重的声音传来 喝道 再度下去 我这黑铁之城 就彻底地毁了 随着祖老的一声大喝 漫天的剑芒逐渐散去 许久才渐渐地染成黑色 恢复了原本就属于黑夜的正常颜色 月亮的余晖洒下 却没有了先前的那种冷傲 好像在先前的剑灰过后 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古飞扬依然白衣似雪 傲林长空 心灭之剑在他手中一闪而逝 化作点点星光 如萤火一般飞散在周身 他汗手道 老头 这千证浩然觉的确不错 但若非你修为剩我一筹 这套功法比不过我的坚决 四下之人早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一个个瞪大眼珠子 刚才的两世对招 在他们看来基本上是未分胜负 但事实如何却无人知道 此刻听古飞扬这般说道 更是惊骇不已 祖老漠然良久 溃然常叹道 不出数年 我便非你之敌了 这句话如同巨石投入湖泊 惊起了巨大的涟漪 整个墨家之人亲耳听见 无人敢信 六大太上长老更是戴若木鸡 彻底实化 祖老乃是他们黑铁城墨家的精神支柱 在辈分上甚至比七大超级势力掌门还要高 当今天下就算是胜欲强者 七大派的宗主 都不敢说一定能胜过祖老 而此刻 祖老却说数年之后 便非眼前人之敌 那这少年到底强大到了何等程度啊 好强 好强 这个人真的好强 那两世对决如同刻骨铭文 永远地印在了墨小川的脑海之中 他心中生出了一个强烈的声音 我一定要拜这个人为师 一定要拜他为师 才能超过父亲 才能打败仇人 求 求你 求求你 收我为徒吧 在清朗的月色下 在万籁俱进之中 墨小川的声音划过夜空 他已经麻木的双膝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深深地拜了下去 额头在大地上磕得咚咚直响 丢人 一道愤怒的大鹤声从墨平息的口中传出 他冷然怒道 神为我墨家子弟 竟然可耻地拜他人为师 还不给我滚回来 墨万峰脸色骤宁 踏不上前 竟然也单膝凌空跪下 恳求道 古飞扬 请看在他父亲与你相交的份上 求你把小川带走吧 这一下 整个墨家之人都哗然了 墨万峰乃是大长老 竟然对着古飞扬行 单膝下跪的如此大礼 让所有人都震惊异常 也让六名太上长老脸色大变 各个眼中怒火燃烧 墨万峰 注意你的身份 一名太上长老怒喝道 真气傻我也 还不起身来 墨万峰殷切地望着古飞扬 他已经把一切都抛下了 这一单膝下跪 结果定然会被罢免大长老的身份 而且受到严厉的足归处置 但是为了墨小川 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古飞扬敲了敲脑袋 哎呀 这下可给我出难题了 我跟墨斗尘也谈不上什么交情 只不过看他实力不俗 想要较量一下罢了 这个孩子的天赋 的确很一般呢 带我走吧 我一定会超过我父亲的 墨小川坚定地大喊道 我一定会超过我父亲 然后替我父亲打败你的 哦 古飞扬瞳孔微缩 轻轻地笑道 老头 你怎么看 这可是你家的小孩啊 到时候可别说我 拐走了你墨家之人 满天下的找我麻烦 祖老看了墨小川一眼 缓缓开口道 若是小川愿随你而去 那就请你收他为徒吧 我也替他死去的父亲 拜托你一次 祖老 众人都是大惊不已 想不到竟然连祖老也说出这种话来 这一下六大太上长老更是闭嘴 不敢再多言 墨万峰跪在那儿 似乎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了 古飞扬淡淡地说道 这样啊 好吧 我姑且一试 不过 我古飞扬可不想要那废物做徒弟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若是你能够通过考验的话 我就收你为徒 墨小川大喜 一时之间百感交集 眼泪忍不住扑苏苏的落下 大声说道 我一定会通过考验的 如果过不了 我也不会缠着你 古飞扬看着他 冷冷地说道 如果过不了 你也没机会缠着我了 墨万峰心头大震 猛然听道 古飞扬 你要带他去哪 他是我大哥唯一的儿子 你不能伤害他 古飞扬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留在你身边好了 墨小川怕古飞扬变卦 急忙说道 万峰叔叔 我一定可以通过考验 摆他为师的 你放心吧 墨万峰脸色极其难看起来 忐忑地说道 你要带他去哪 古飞扬 昂起头来 望着无尽的远处 口中淡然地吐出了三个字来 绝神洞 这三个字 仿若有无穷魔力 让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浑身一颤 感到瑟瑟冷风入骨 忍不住地寒意袭身 莫万峰也是骇人的睁大瞳孔 看着古飞扬 带着墨小川越走越远 消失在黑铁城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